世界著名的专注于足球俱乐部排名的网站Football Database近日发布了最新的国际足球俱乐部排名榜,黄满依旧位列第一名,尤文图斯维持在第二名不变,巴萨排名第三同比上升一位,曼城级神级五名,位列第四位,则贾巨人败人排名第五, 这次排名依旧很高,位列榜单第六,英超第二,罗马第七,马进第八,利物浦第九,巴黎圣日尔曼,第十,榜单中前十名全部出自五大联赛,三只应超球队,三只西甲球队,两只一甲球队,德甲和法甲克一支球队,第十一到二十名分别位,一甲的纳布勒斯,英超的曼联,五超的顿涅斯克矿工, 普超的波尔图,英超的切尔歇,何甲的艾恩霍温,法甲的里昂,德甲的沙尔克林斯,法甲的摩内哥,何甲的阿甲克斯,其中沙尔克林斯去年德甲联赛排名第二,排名比上一期提升了三十一位,第二十一到三十名分别位, 七甲的巴伦西亚,一甲的国际米兰,普超的葡萄牙体育,一甲的拉奇奥,普超的本菲卡,五超的吉弗迪纳摩,英超的阿森纳,德甲的霍芬海姆,土耳其的贝西克塔斯,八甲的帕尔梅拉斯,榜单中排名最靠前的非欧洲球队, 当属来自南美洲足球王国,德巴甲豪文帕尔梅拉斯了,第三十一到四十名分别位,一甲的亚特拉大,一甲的AC密兰, 七甲的比利亚雷亚尔,法甲的马赛,德甲的多特蒙德,赛尔,内亚的贝尔格莱德红星, 七甲的赛维利亚,奥地利超级联赛的萨尔茨宝红牛,阿根廷联赛的伯卡青年, 德甲的勒沃库森,排名最靠前的埃根廷球队,就是第四十九名的伯卡青年, 第四十一到五十名分别位,德甲的斯图加特,瑞士超级联赛的巴赛尔, 埃根廷联赛的河床,杰克甲级联赛的比尔森胜利, 德超的胜利德宝泽尼特,德甲的尔比莱比西,八甲的格雷尼奥, 埃根廷的格多伊格鲁兹,七甲的贝蒂斯,保加利亚甲级联赛,第六都格雷茨, 广州恒大本期排名第一代五十位,和上一期相比,排名暴跌七十位, 不过随着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的出色发挥, 相信不久的将来广州恒大的排名一定会大幅度攀升,大能猫。